我们旧约是新约的影子 新约是实体 旧约是一个影子 所以我们继续来看这个影子 但是从这些影子里面呢 能够 希望能够看到这实体是主耶稣基督 那请你翻到立位纪第五章 我们从第十四节开始读 立位纪第五章第十四节 我们一起来读神的话 那我想就读到 第六章的第七节就好了 第五章的第十四节 到第六章的第七节 上面这个影子出现 看能不能把实体放上来 这也不是实体 这也是影子 好我们一起立来读神的话 立位纪第五章十四节 我们一起来读到第六章第七节 我们一起来 耶和华教育摩西说 人若在耶和华的圣物上 误犯了罪 有了过犯 就要照你所孤的 按圣所的色特勒拿银子 将赎钱祭身 就是阳心中一只没有残疾的公棉羊 牵到耶和华面前为赎千祭 并且他在圣物上的插座 要偿还 听话加五分之一 都给祭司 祭司要用赎千祭的公棉羊 为他赎罪 他必蒙赦免 若有人犯罪 行了耶和华所吩咐不可行的什么事 他虽然不知道 还是有了罪 就要担当他的罪孽 也要照你所孤定的架 从羊群中牵一只没有残疾的公棉羊来 给祭司做赎千祭 至于他悟行的那错事 祭司要为他赎罪 他必蒙赦免 这是俗千祭 因他在耶和华面前实在有了罪 耶和华小玉摩西说 若有人犯罪 干犯耶和华 在灵社交付他的物上 或是在交易上行的诡诈 或是抢夺人的财物 或是欺压灵社 或是在捡了什么疑似的物上 行的诡诈 说谎其事 在这一切的事上犯了什么罪 他既得犯了罪 有了过半 就要归还他所抢夺的 或是因欺压所得的 或是人交付他的 或是人疑似他所捡的物 或是他因什么物起了假事 就要如数归还 另外加上五分之一 在查住他有罪的日子 要交还本主 也要上你所固定的假 把俗仙祭生 就是羊群中一只没有残疾的公棉羊 牵到耶和华面前 给祭司为俗仙祭 祭司要在耶和华面前 为他除罪 他无论行了什么事 使他有了罪 都必蒙赦免 我们一起祷告 主最后那几个字 他必蒙赦免 是我们所有罪人 最渴望听到的 主今天求你 也让这话 应许在我们身上 主你成为我们的数千计 你替我们来还 这个五分之一 主你来教导我们 主你帮助我们来偿还我们的罪债 也实在的我们可以说 主免得我们的债 如同我们免得人的债 听我们的祷告 怜悯我们 教导我们 王耶稣的名祈求 阿们 请坐 今天这个数千计呢 我们这是第五个重要的祭物了 那稍微复习一下 考考你们 五个重要的祭 番祭 可不可以吃 不可以吃 是拿来干嘛的 全部烧掉 然后呢 替我们赎罪的 数祭 可不可以吃 可以吃 有一部分可以吃 那特别是要给祭司要吃 代表了耶稣 为养我们的灵魂 祂实在才是我们生命的粮 平安祭可不可以吃 可以吃 平安祭是神与人之间交通 最重要一个 神与人吃饭的一个象征 也是我们今天圣餐的一个象征 上次我们看到的赎罪祭是一个要洗尽我们罪的一个祭 可不可以吃 谁吃 谁不能吃 还是都不能吃 祭司可以吃 人不能吃 只能烧汁油 记得吗 烤 小烤 祭司可以吃 但是人不能吃 现在人不能吃 祭司只能吃那一点 那再来呢 是今天所看的这个 赎千祭 赎罪祭呢 上次常的赎罪祭是神 特别是清掉我们的罪污的一个问题 在中文字里面 赎罪签这个字呢 他原文的希伯来文是 他是 也就是当人犯罪之后呢 你不但是有罪污 罪污除掉之后呢 你还留下了罪恶感 感已经这翻译不是最好的翻译了 但是他是有一个 那个沉重压力在你身上 比如说 我听说过有人 比如说他不小心开车 真的撞死人了 好几年后 虽然对方也饶恕他 法院该罚的 该做的劳度做完 他那个罪恶感并没有消失 那个guilt 一直紧紧的抓着他 我也看过有一些case 当一个女孩子 在年轻的时候 年少的时候堕胎了 堕胎之后呢 他每次 他在神面前 他后来信耶稣 他在神面前得到了赦免 可是他每次在看到小孩子的时候 他那罪恶感就出现了 就是要是我的孩子 没有被拿掉的话 可能就是这么大的一个想法 那个罪恶感 或者圣经说 用了这个更是有一个罪在 这个guilt就在人身上 他表达的是一个 我们所犯的罪呢 不但是要有阳俗 不但是要除罪气 洗清你的污秽 还有一个问题 就是那个沉重的压力 压在你心头上 怎么办 感觉好像你该做的 都认了罪都认了 可是那个还在你身上 那个感觉 那个罪恶感压着你 在这样子的情形下 圣经里面常常用 债务来表达这种观念 耶稣 刚才我们等一下会来谈 那个罪债 但是在这个五分之一的观念里面呢 他开始成为我们的罪 就像欠债一样 我们的罪 就像你 我不知道你们多少人 有用信用卡 那我自己也有用信用卡 那信用卡呢 因为我的卡 它会有reward 它有 你用了多少钱 它会给你 可以退多少钱 所以我会用 但是用些卡的时候 有的时候 有的时候会不小心 花多了 然后呢 看到张材 我是每个礼拜都想要 尽量把它上礼拜 把它付掉 所以有的时候看到 这礼拜怎么多 啊 啊 啊 然后就 罪呢 就有点像这样 当你不小心的时候 你花了 你用了 你犯了 罪债就 债就出现了 如果上帝把我们所做的 所有的 犯的罪 都一笔一笔一笔地记下来 每个月发你一个胆子 账单 你就会看到 哦 怎么这篇那么多 reward都不够花 怎么这么多 这一个罪在呢 在这个旧约的纪物里面 也是它 这一个 我们看一下 我们开始看到 一些这些步骤 我还是用很简单的 几个步骤来来看 那 这个 首先我们看五章十四节 线赎钱记的步骤 它基本上 大部分是跟赎罪记一样的 OK 但是呢 只有在这个差别上 十四节 只有 公年羊可以被陷 只有公年羊可以陷 其他的不能陷 再来呢 这个是 你要知道 以前的 以前的所有记都有什么 分牛 分羊 分 鸟 有没有 差点说 说说 说成猪 没有猪 没有变猪 分鸟 但是这个呢 这个记只有公年羊 也意思就是说 它有一个 赔偿 赔款的一个功能 也就是当你犯了罪之后呢 你不能说我是穷 我就赔鸟好不好 No 就是要赔款 这就是一个赔款 那你说我穷 赔不起你 没样子 怎么办 别乱来嘛 别搞 但是 这个呢 就有可能 当然我提到 它有一个 abuse 可能就是有些人 就乱来了 当然是有可能 我们等一下看它的abuse 那再来呢 那下一个步骤呢 是你的血 还是要洒在坛的周围上 第一 这是在第七章的第二节 这个稍微往下给你看一点 第七章的第二节 神在那里先翻祭生 在那里先赔钱祭生 这血呢 祭司要洒在坛的周围 但是这个血 不是像赔罪祭那个污秽 要祭司手沾血去撒血 有没有 这个只是 你来把这个 血撒在它周围 另外一样的呢 是内脏呢 内脏呢 腰脂呢 脂油呢 脂油就是肥油 肥肉 全部都要烧 取下来 在坛上焚烧 然后献给耶华的火祭 是赎钱祭 祭司 南丁跟赎罪祭一样 可以吃这祭物 那七章七节就告诉我们 赎罪祭怎么样 赎钱祭也是怎样 两个祭是一个条例 赎钱祭 赎罪的祭司要得这祭物 也就是赎罪祭 用指头撒血 赎钱祭呢 你把那个 功绵羊 内脏烧掉了 脂油烧掉了 剩下的是祭司 可以吃的 这两个祭物 在这上面是一样 只是其他有点不太一样 再来呢 就开始看到 五章十六节开始 有一个赔偿的问题了 这个在 新约里 在新约里面的圣殿里面 也出现了 我等一下会看 耶稣会 耶稣会翻身殿 这些事情 如果我们先看一些 这些 他在圣物 五章十六节 他在圣物上的差错 要偿还 另外加五分之一 都给祭司 然后六章五节 同样也是 因他 他因或什么物起的假设 就要如数归还 另外加上五分之一 也就是呢 这个绵羊带来之后呢 你献了 这个绵羊是献给 耶和华 说主我错了 祭司吃掉 然后呢 你还 你还那个人的东西呢 你是要还百分之一百二十 多加五分之一 所以你 比如说他这边给一些案例 有这些案例 比如说 做人犯罪 甘犯烟花 在灵社交付他的物上 比如说你的室友 告诉你 钱包替我看一下 这是很愚蠢的一种行为 但是他以为你是基督徒 所以呢 他说钱包你替我看一下 你不管是掉了也好 或者是行诡诈 假装掉了 当罪恶感出现的时候 你一来聚会 我是基督徒耶 总可以说这种事呢 你看一下 钱包里面原来五百块 还他 加多少 五分之一多少 再加一百 还他多少 六百 六百 OK 这是现记的条例 你限阳 限阳以后呢 还百分之一百二十 那另外一个问题是牵扯到五章十五节里面 十六节这个五分之一里面呢 刚才有这句话 按圣所的色克勒 五章十四节 五章十四节 他这边开始谈 签到耶和华面前 那位苏贞基 然后他们又 瑟克勒在 拿一张 我是看 看掉 十五节 五章十五节 按圣所的色克勒 拿银子 虾口是那个 他是 一个虾口等于十一公克 或五分之二 所以他两个虾口 也不是特重 但是你要拿那个来蹭 他那个虾口是拿来蹭的 也就是这句话呢 圣经学者开始在讨论 到底是什么意思 什么叫做按圣所的色克勒 拿银子 讲赎最情 也就是后来他们发现 有可能就是 我找不到 那个没有瑕疵的公年羊 的时候 他可以 祭司 可以来定价 祭司 可以来说 这个市价 现在这个市场行情 这头羊 无瑕疵的羊 大概多少钱 我用圣所色克勒 算了以后呢 特别是在这个 圣物上面 加上五分之一的价钱 你要还那个钱就好了 他可以有的时候用钱来还 或者是你可以用钱 到后来发展在犹太人的历史里面 因为这个 我们在回去看的时候 我们只能看犹太人的解释 后来在犹太人的解释里面就是说 假如你带来的绵羊 祭司不高兴 有瑕疵 你看 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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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说 不行 不行 我们这里刚好也有卖羊 你的银子呢 来换圣所的色克勒的银子 然后买了我们的羊 那我们是保证公道 在耶和华面前做生意 是绝对公道的 那最近市场 这个stock market 就起起伏伏了嘛 所以最近 stock就是羊群的意思 也是股票的意思 stock market呢 就stock呢 所以最近羊稍微贵一点 犯罪的人特别多 因为这个supply and demand的问题 所以现在一羊难寻 钱涨了 那后来就是 就是耶稣在新约里面 你就看到耶稣到了圣殿里面 说你们这群人把圣殿当成 变成贼窝了 人本来是来献祭的 结果就是这个圣所的色克勒 跟祭司定价的这个问题 产生很多的rip off 哇 耶路撒的羊特别贵 是献祭赔大钱 就产生这个问题了 那但是 我知道 我不知道你们到现在 有没有这种感受 立位祭给我们一些很tangible 非常客观的一些 犯罪的受赎罪的方式 不像基督徒很抽象属灵 全部都是你犯罪怎么样认罪 它很实际 就讲很白 犯罪怎么就还什么 还什么 可是就发现 越白的东西就越有可能 被人家误用跟abuse 也很奇怪 人就是这样 我要是在圣经 在教会里面定一个章程 犯了罪 你该拿什么还教会 我们要最新的 市场价格的 我一定的时候 你就知道了 这个abuse出现 所以这个时候呢 你知道旧约之所以 它是影子 它是shadow 就是来告诉你 实在的救赎 是在耶稣基督身上 但是呢 他要教导我们一个事情 罪是有罪在的 再来呢 是五章十七节 这个观念 它也是很有意思 它说若有人犯罪 行了耶华 所吩咐不可行的什么事 他虽然不知道 当时是罪 不过后来 他还是必须认识罪的意思 所以也就是说 你不能说 它前面特别是说 祭司的圣物 也就是祭司 有一些东西 其实只有上次谈过了 有些肉是只有祭司 可以吃的 你呢 你糊里糊涂的到圣殿 现在现了祭 有肉就吃 发现那个肉 其实是你不能吃的 是祭司吃的 啊我搞糊涂了 原来我以为 在现平安祭 其实是这个 是赎罪祭 啊吃了 吃了怎么还 你不能说 我不吃者无罪 他说你虽然不知道呢 还是有的罪 就要担当他的罪孽 然后又来了 照谁你定的价 这个就是祭司定的价 那当然你会 看西波罗文法 有些人就说 这是我定的价 可是 犹太人解的经是说 这是 这个是 祭司所定的价 然后 还要赔 五分之一 所以你在旧约里面 这个献祭是 的确你看到 是一些很 复杂这些东西 但是你不能 因为说 我不知道 就无罪 这个特别是 特别是在基督徒里面 的应用 你不能因为 我说 我不知道 不知道我伤害了他 你就无罪 你知道吗 我不知道 这个是你的 所以我吃了 你还是得赔 我不知道 这个车是你的 所以我开走了 我不知道 我不知道 我说这句话 会伤害你 你别怪我啊 那里是我的错呢 你怎么那么容易受伤害呢 你还是有错 还是有罪 所以这个 不知者 有罪 是在旧约里面的精神 也是今天 所有法律的精神 以前我在台湾就看到 有人把那个 Mercedes-Benz 分驰的车 卖得很便宜 那时候台币 分驰 现在要300多万台币 他说20万 就可以卖给你 你就知道 如果路边有人卖 路边卖车 我这台奔驰 这台奥迪 2000块 全新的 怎么便宜 你东看西看 你就买了 结果后来发现 是张物 是张车 在法院上面 你不知者 还是有罪 还是有罪 也就是 应用到另一个层面 你将来 我知道你们可能有听过 你将来 在神面前 你不能说 我不知道有神 所以我没信耶稣 sorry 这个不管用 我不知道有神耶 所以我没信嘛 关我的事 如果真的是不知者无罪呢 我们是最好别传福音 传福音越少 上天堂的人越多 同意吗 不知者无罪嘛 本来不知道你跟他传的 结果他不信就害死他 不是不行 被你害到 所以不知者有罪 是从这里就开始的 你不能说我不知道 你还是得赔 我不知道这是你的 所以我拿了 你还是得赔 这个是就业里面 给我们这样子的 很重要的观念 赔呢就是赔五分之一 加上五分之一来赔偿 还有一个五分之一的赔偿呢 等一下我们再看好了 我们看一下他的目的 这个目的呢 特别是我看到这赎税记 我就需要跟你跟那个 出埃及记的二十二章来比较 你就知道这个目的 为什么要设立这个记 出埃及记的二十二章七节 出埃及记的二十二章一七节 你这两个律法来比较 你就知道为什么要有这个目的 书前记的目的 出埃及记二十二章第七节 说人若将赢钱 就是把你的钱包又交给你的室友了 或者家具 交付给林社看守 这里常常是有 现在那时候没有警察单位 没有保安 所以你常常说我出门 你替我看着 这一物从那人的家里被偷去 都把贼找到了 贼要还多少 对啊还多少 加倍多少 百分之两百 OK所以被逮到了 还多少 还两倍 立位记告诉我们那边还多少 一百分之二十 这两个差异怎么对上 你说那个立位记呢不是贼吗 他是borrow的money 我没有偷你的钱 我只是借用的 是不是 不是 不是 这个 主爱奇迹记这里谈的是 被逮到的贼 被逮到的贼呢 夹被罚 立位记是什么 自首的 是自首的 是良心发现 是来到教会聚会的时候 突然良心不安 后来那个iPad 在我的家里 在我心中焚烧着 控罩着 盗版的电影在我的硬盘上面 焚烧着 这个时候你 你如果跟神说 我错了 我错了 不是说 你错了就好了 OK 不是说 我错了 你在家里面认罪 祷告 我真的错了 像是不敢 自首的 罚多少 百分之百二十 百分之百二十 所以你说主我错了 下一步是什么 悔改 然后还钱 赔偿 所以 罪里面就有这种后果 基督教里面不是说你 犯罪 然后就来撒血 耶稣的保险 十字架就唱一唱 十字架 我一切重罪都洗清洁 阿们 还得赔 还得赔 赎罪记就是这个 赎钱记就是这个 你还得赔 但是如果是逮到 那就不一样 这不但是赎钱记的问题 你要加倍罚 所以旧约里面这些赎钱记的功能 最主要的功能 目的是什么 是要人自己认罪 你自己认罪 你在耶和华面前 自己认罪的 从宽处理 被逮到的 加倍出发 这个是旧约里面的一些例子 那新约我们找不到它这么直接用 对不对 但是呢 基本上原则是在的 旧约的这个目的呢 我们看一下旧约这些例子 那以赛亚书开始出现另一个例子 以赛亚书53章 第10节 给你看一些旧约的例子 这样子的例子在旧约不太多 因为这个没有什么 值得加奖 勉励记下来的太多的例子 但是还是有一些例子 在以赛亚书53章 第10节 这个经文 这节经文应该是非常熟悉的一节经文 我稍微往上面一点 我想你们应该就知道 他在谈的是耶稣基督 他被欺压 他在受苦的时候不开口 他向羊羔被迁到宰杀之地 在剪毛手下的人手下无声 他也是这样不开口 到了第10节 耶华却定义将他压伤 使他受痛苦 耶华以他为赎罪记 赎罪记好像是上次的那个记 但是 但是在英文的 跟西伯来文的那个阿相 跟英文很多的版本 比如说 English Standard Version 就很清楚的 它是 offering for guilt 中文的这个翻译 它没有很精准的 来表达那西大文的原文 阿西伯来文的原文 耶华以耶稣基督为赎前进 耶稣是来赔款 赔给谁 赔款赔给谁 谁收款 耶稣是来赔款 赔给谁 别看这小问题 可是早期教会 增变的大神学问题 赔给我们的父神 因为我们犯罪的时候 是欠父神的债 我们是欠了他的罪债 我们是亏缺了他的荣耀 我们是偷窃了上帝的荣耀 所以耶稣来做赎前祭的时候 是来赔款给耶华上帝 另外有一个很奇特的例子 是在撒末尔记上 这个不是很正统的例子 算是邪教的例子 但是还是给你看一下 连在邪教里面 异教里面 都有赎前的观念 耶华的约会 在撒末尔记上第六章 在非利式人之地七个月 因为以利两个儿子乱来 他的约会就被夺去了 非利式人将祭司和占卜的 都聚了来问他们说 我们向耶华的约会 应当怎样行 请指示我们用合法 将约会送回原处 这个故事你如果看 就很可爱的一个故事 他们抢了约会去 以为约会就会加入 加盟他们非利式国 把耶华的神绑架来了 就会替他们打仗 结果没想到 搞得天翻地覆 他一放在他那个神庙里面 神叫大滚 大一梗 就真的就成了大滚 他就滚了 头都摔断了 那这些偶像呢 被整得真惨 他们就找了一大堆占卜来 到底怎么搞的 这个约会帮我们整 那第三节说 若将以色列上帝的约会 送回去呢 还不可空空的送去 必要给他献 赔罪 赔罪 就是这个 guilt of it 梦有罪 guilt of it 连邪窍都动 这个你 把你家的耶和华的约会 送回去 还不能 就百分之百的送回去 还百分之百 二十 我不知道他们多了多少钱 回去 然后你们可以得了痊愈 并且知道他的手 为何不离开你们 那非利式人就说 当用什么献为赔罪的礼物呢 你知道是邪教啊 你要知道 当然是邪教 要知道非利式首领的树木 他用五个首领 用五个金字穿 What is that I have no idea 没有一个圣经学者 告诉你是什么东西 但是就用金字做成 邪教 邪教 我跟你讲是邪教 又做个五个金老鼠 因为你们这种人 在你们首领身上 都是一样的灾 所以当制造 你们製成的像 而毁坏你们田地老鼠的像 并且将荣耀 归给以色列的上帝 或者他向你们和你们的神 并你们的田地 把手放轻些 你们为何硬着心 这个是他们的战卜 和记事说的 像埃及人和法老一样 上帝在埃及人中间行歧视 埃及人岂不释放以色列人 他们就去了吗 所以连邪教都知道 你不能硬着心抵抗耶和华 你有罪的时候 耶和华搞你 整你 让你好惨 你心中也知道 就是那个罪 就是那个罪 我最近什么都不顺 就是那个罪 是你 吹逼你感动 你让你认罪 你不能跟蝎和华硬着心 要跟他认罪 那这邪教也很可爱 他们就说 你们当着一辆行车 把两只 未成负二的 有乳的母牛 套在车上 让那个牛宝宝 牛毒回家去 离开母牛 那这当然是 你要知道 刚刚有生宝宝的 那个母牛 一定是想要跟宝宝在一起的 所以他们要测试一下 是不是我们的账谱错误 至少还有一个最后保证 把耶和华的约柜放在车上 将所赔罪的金物 装在夹子盒子里 就放在柜旁 将柜送去 你们要看看 如果车 如果执行 往以色列的 进阶到波斯迈去 这大灾 就是耶和华 将在我们身上 如果不然你便可知道 它不是他的手机 打我们 就是我们 very unlucky 我在遇见 very unlucky 飞利斯人就这样行 将两只 有辱的母牛 套在车上 将牛犊关在家里 把耶和华的约柜盒 装金老鼠跟金的像 放在 我就不念了 放在车上 牛直行大道 往波斯迈去 一面走一面叫 不偏左右 一面走一面叫 就是他不想走 不知道被什么东西 拉着走 就不想回 他被拉着走 他们就很明显 这个一定是 耶和华 大概是派天使 拉着走 就把这牛 硬拽到 以色列的境内 当然这个是另外一个 赎罪记的 一个邪教的例子 但是至少 连外邦人 邪教 都还有在这种 献祭的时候 有这个观念 就是我犯错 我不能只原物赔还 我还要加倍的 还 来胜炼我的罪 在另外一个呢 是 在列王记下 另外一个例子 列王记下 十二章 十四节 列王记下 十二章十四节 谈到 当时的 国王来修圣殿 约阿师 来修圣殿 然后你就可以看到 这个银子 十四节 他们那时候 开始修圣殿 奉到 耶和华殿里的银子 十三节 然后 这些都来做 然后哪将 哪将那银子交给 都公的和修理 耶和华的殿 且将银子交给办事 转交给做工的人 故意他们算账 因为他们办事 诚实 那时候所谓奉献来的银子 直接就来办事 因为资教税很可靠 但是唯有 赎钱祭 赎罪祭的银子 没有奉到耶和华的殿 都归祭师 所以就可以看得到 有的时候他们就用 到了列王记下的时候 就已经开始用 瑟科勒的钱 银子 有的时候来代替 那一个三羊 就说我找不到绵羊 最近资华的里面找不到绵羊 所以我把银子带来 那这个里面呢 到后来耶稣的时代 就产生很大的败败 贪腐的现象出现 但是在那个时候 至少是这么来行的 所以可以看到一些 一些例子 再来我们要看 献祭的祷告 献赎钱祭的时候 怎么祷告 然后我找啊找啊找啊 发现居然连一个祷告都没有 翻祭的时候有祷告 平安祭也有祷告 有颂赞 现在赎罪祭也有祷告 赎钱祭也没祷告 你觉得为什么没祷告 我猜了 我猜的是 我说无意 赔钱 祷告什么劲 赔钱 是吗 是不是 当有人弄坏你的东西 伤害了你 跑来跟你道歉 对不起啊 对不起 你心里想的是什么 我猜了 赔钱 都说无意 赔钱 很可爱 我找了很想 为什么没有 献祭的祷告 其他祭都有祷告 祝你赦免我们 所以洗尽我的误会 save it 不用导导 save it 不用说 去赔钱 去赔钱 所以有一种 有一种罪 在耶和华面前是 需要行动来回感 特别是你伤害的人的时候 特别是在新约里面 特别是你伤害的人的时候 你不是只是来认罪而已 去和好 去赔款 这时候我们就可以看到 新约的一些应用 那我想新约的时候 你们可能 这些经文 你们就慢慢的 可能你们也猜得到 我会讲哪里 但是马太福音 五章二十三节 或是从二十二节 我们很多小组 都在查马太福音 那我给你看 耶稣讲你的例子 马太福音五章 二十二节 二十三节 耶稣说 只是我告诉你们 凡向弟兄动怒的 难免做审判 当然是 圣灵也会责备你 凡骂弟兄 是拉家的 拉家呢 就是 拉卡 他就是一个 傻子 白痴 难免公会的审断 反正 骂弟兄是魔力的 他魔力真的是很有意思 他跟英文的 魔朗道有点像 他是Airhead的意思 是那个 头脑里面是空气 意思就是 你的脑壳特别厚 可是里面没有东西 那种 就是骂人的话 英文叫做Bonehead 只有骨头 没有脑袋 难免地狱 我说你这么骂人 气得半死 被他气 骂他 这个时候呢 二十三节 你又来聚会 礼拜五小组的时候 七八六小组 才骂他 气死地骂他 礼拜天 你又来聚会 二十三节就来了 你在祭坛上 献礼物的时候呢 就想起来 弟兄向你怀疑 那个人还在咬牙切齿 看到你就 礼拜六小组 骂我 气得不得了 耶稣就做了 你献祭前 你献平安祭 你来 敬圣餐 你来 先赎罪祭 你来做这一切 上司祝啊 求你赦免我之前呢 先把那个礼物留在弹前 二十四节 先去同弟兄和好 然后来献礼物 然后再来献祭 所以这个是在教会里面 信约里面应用 很重要赎钱记的一个功能 你不但只是道歉 你真的是你伤害的 你要谈的是如何补偿人家 那这样子的时候 使我们的彼此相爱 会容易很多 是我们的教会里面 每次谈爱灵色 中自己的时候 会容易很多 因为主不是要求一种 好像是让你 我们常常说 爱人如己 不是让你当门口的脚踏垫 那个意思 温柔人有福 的意思 不是说 人家可以在你身上 做任何的要求 你都没有任何反应 耶稣说过 当有人打你左脸的时候 你的爪会让他打右脸 可是很可爱的是 当耶稣被大祭司的仆人 打的时候 耶稣问他说 你为什么打我 耶稣怎么被长过去 因为你自己会错意 耶稣谈的是和平抗争 不是动手武力抗争的意思 所以当他自己受害的时候 他的确是 继续让人盯他十字架 这边呢 但是 如果教会里面都只有这样子 彼此相害就是成为一个 mission apostle 很难的一件事情 每一个人都是一个 他伤害了我 你偷了我钱包 我还有一个新的 要没有 你砸开我的iPad 我再送你一个 所以这里保留了这个 人生气的可能 你被受伤害的时候 你可以生气 甚至马太福音十八章 告诉你 你该如何跟你的 伤害你的人 得罪你的人 跟他谈 然后再不听的时候 再带两三个见证人再谈 再不听的时候 再报告给教会 然后再不听教会的时候 才赶出教会的这一个过程 马太福音有一个 这个希望我们 不但是来神面前 祷告说 主你赦免我 还有一种认罪是 不用祷告 是这一个 祷告词呢 留下来 认完罪再来祷告 你在做你其他祷告词之前呢 在这边唱诗 唱得很像真的 主啊 你赦免我说的罪 之前 你会让人家很受不了 因为你还 你还欠人家一大堆的钱 我们 我听在教会的 教会的这些案件里面 我们 看到 我以前看到另一个案件 那个弟兄合伙做生意 两个弟兄合伙做生意 那个人 应许了多少的 红利 结果把他钱 资金抽去以后 就没有了 就消失了 两个人后来 吵到后来 教会必须介入 那一个不肯还他钱的人呢 到最后被劝诫再劝诫 然后 离开教会一段时间 很争气 不愿意停 但是后来还是会来悔改 悔改之后呢 还是得 有这个补偿的 要不然什么叫做悔改呢 钱还是得还 还是得补偿 所以在教会里面 这个是 赎钱记就把罪的实际 真实感 留下来给你 罪是有障害 罪不是只是你跟神说 我错了 就结束了 马太福音 六章 十二节 新约定义跟应用 刚才我们祷告的时候 也提到了 在读道文里面 就做了要做这样的祷告 主免了我们的债 如同我们免了人的债 那 Forgive our debts as we forgive our debtors 有的版本也会翻成 Forgive our transgression Forgive our trespass as we trespass Forgive those who trespass against us 也就是在罪里面呢 一定有债务 你犯罪 就像欠债一样 你犯罪 就像你信用卡花多了一样 要赔的 要还的 但是这个祷告里面呢 还包含了另一个 主 在我饶恕人之后呢 你也饶恕我 这个问题呢 这个应用呢 就产生了比较更深的另一个应用 也就是 当那个人的确是 亏附了你 伤害了你 偷了你的东西 他不还 不认 推得干干净净 他甚至说教会劝我 我不听 大不了换教会 这里男性又不是只有你家教会 怕什么 你就换下一个教会 天天换 看你谁劝我 如果你碰到这种人的时候 你怎么办 是 他不还 他不认 推得干干净净 拍拍屁股走人 你怎么祷告下去 主啊 赢了我们的债 主童 什么 祷告不下去 主童我们 赢了我们的债 他不还你 有些人 还不了你 有些人被受的伤害 也许是你父母给你的伤害 他怎么还你 你的童年通通被他毁 他怎么还你 你怎么办 一辈子讨债 一辈子请讨债公司 替你讨债 Collection Agency You have owed me 3,000$ 你怎么办 这里的祷告就成了 是 我们开始转向我们的祷告 主 你需要免了我的债 就像 我也必须 免了我的债 这个是使你在你的灵修生活 基督徒生活里面 可以过得下去的 另一个救命法宝 你会 我不敢说在教会 你绝对不会发生这种事情 很有可能会 或者是你在你的人生中 的确会碰到那一个 人就是不还你的债 你怎么办 你祷告 你的灵修怎么办 你每次一读经 祷告就想到他 诗篇里面 看到那二人 你就想 就是他 你的灵修 已经 读经已经失去平安了 这个时候的主 就叫我们祷告了 是 他欠你的债 他伤害了你 但是我们必须 做这样的祷告 那耶稣在 马太福音十八章 又把这个问题 再次提出来 我想你们也很熟悉的 一段经文 马太福音十八章 如何 当然这个 我们当然已经稍微谈过了 不饶恕人的恶福 马太福音十八章的二十一节 那是彼得近前来 对耶稣说 主啊我弟兄得罪我 不当饶恕他几次呢 到七次可以吗 这个也是很气人 这个人 搞你搞一天搞七次 钱包拿了又 还了又拿 有这种人 真是气死 你说气不气 这个彼得很有修养了 说七次够了吗 我忍这个人忍七次够吗 不是到七次 到七次就七次 天国好像一个王 要和他不能算账 才算的时候 有一个带一千万银子的来 一千万银子是 是天文数字 是国家的预算 这个是 就像国会 每次几个Tillion 你都不知道 称为几个零 就是那个意思 一千万的银子 来了 因为他没什么可偿还之物呢 主人就吩咐 把他和他七子儿女 并一切所有都卖的偿还 那仆人就俯伏拜他 说主啊 关住我 将来有一天 我都要还清 当然是 满口的 服言 但是那仆人的主人 就动了此行 把他释放 并且免了他的债 那仆人出来 遇见了他一个同伴 欠他十两银子 十两银子 看他们怎么算 有人说大概三个月的薪水 有人说大概 可能是三个礼拜的薪水 有各种的想法 也是不少钱 你知道打过工 你在 你以前打过那种 基本劳工 弄了三个礼拜端盘子 洗什么 洗地板 弄了三个礼拜的薪水 别说三个月 就三个礼拜的薪水 几百块 不还 你也是蛮讨厌的 这个十两银子 就老是欠的不还 揪着他 掐住他的喉咙 你爸说 钱还我 那同伴就 服养求他说 宽容我爸 将来我必还清 也是满口胡言 你知道 你知道这是满口胡言 讲了几次 将来我必还清 一两都没还来 他不肯 气死了 把他下在监里 等他还了所欠的债 你知道下在监里 他也还不了你 这也很可爱 这会怎么这样高位 不知道 他在监里 他怎么上班还你钱 但众同伴看见他所做的事 就甚忧愁 去把这事都告诉了主人 于是主人叫了他来 对他说 你这二奴才 你央求我 我就把你所欠的都免了 你不应当怜悯你的同伴 连续你的同伴 想我连续你吗 主人就大怒 把他交给掌心的 等他还清了 所欠的债 你们个人若不从心里 饶恕你的弟兄 我天父也要这样带你 从心里面饶恕 我们的弟兄 我们的姐妹 甚至可能不是教会的 可能一生伤害你最多了 可能就是你的家人 可能就是别人 主要我们连续 主要我们饶恕 为什么 为什么要我们饶恕 他要你记得的是 他饶恕了你 他要你记得 你多少的信用卡债 已经他替你还掉了 现在这个人只欠你这么一点钱 你欠信用卡几亿 他都还掉了 这个时候你的心开始柔软 这个就是所谓的 因他受的鞭伤 我们得意志 耶稣替我的罪受了刑罚 我在想到耶稣的十字架的时候 我的心就得平安 何必计较呢 主要是跟我计较 我去哪呢 主要是每个月送账单给我 我怎么办呢 你每天这样认罪倒到认罪倒出 我错我错我错 主说算了算了算了 他要是哪一天不算了呢 还钱 你怎么办 所以这个时候 我们的 我们的饶恕 不是建立在我的修养上面 我的饶恕不是站在 我建立在我的属灵程度上面 我的饶恕不是建立在 我的功力上面 这人忍功特高 已经修炼到十二级 这人再也不能烦我了 请问你真的饶恕他了吗 没有 你只是把他排聚在你所有的圈子之外而已 这个人 我不屑跟他计较 像我这样高尚的基督徒 不是圣经谈的饶恕 圣经谈的饶恕是 主你饶恕了我 我也可以饶恕了我 所以你的灵修卡住的时候怎么办 你灵修的时候 一读到恶人就想到他的时候怎么办 你必须想到你这个恶人 想到主饶恕你这个我这个恶人 再回来说主 免了我的债 我免了我的债 我最后给你们看 最后一段经文 也是新约的最后一个应用 我们就结束 罗马书五章三节 看四章 四章三节 经上说什么呢 所以亚伯拉恩信上帝 这就算为他的义 算为他的义 在上帝的这一个经济体系里面 最永远是赔钱的 永远是 在这个accounting里面 永远是debit 永远是负面的数字 一定是负债 在上帝经济体系里面 义永远是以一个一笔钱的款项 来表达 他的公义 是算给你的 这个算在原文里面 就是一个accounting 就是一个会计学上 就有名字 亚伯拉恩信上帝的时候 把上帝的义 耶稣基督的义 算在他身上 第四节告诉我们 做工的得工价 不算恩典 乃是该得的 很清楚 你上班 月底拿薪水 你通常不会去谢那个会计 你公司的那个会计 或者是你的老板 你拿到薪水 Thank you Thank you for the paycheck This is so great 你拿薪水就拿薪水 Thanks 最多就是 这种 因为得工价嘛 You work for it 如果你上天堂 是work for it的时候 你也不需要感谢主 不是恩典 主要求你都做到了 从绝词祷告 到受洗 到成家什么班 什么班 小组 然后小组 你要带菜 干嘛 你多做 做工的得工价 到天堂的时候 主我来了 我的天国呢 主我来了 是吧 我算来的 主感谢你 也感谢我 安特里克 该得了嘛 但是不做工的人 只信称 罪人为义的上帝 他的信 就算为义 正如大卫 称他在行为以外 蒙上帝 算为义的人 是有福的 他说 得赦免其过 折盖其罪的 这人是有福的 主不算为有罪的 这人是有福的 在旧约里面 你得罪上帝 你要赔钱 得罪人 新约里面 还是得赔钱 你弄坏的 但是 在新约里面 我们不赔上帝钱 我们不来五分之一 所以你知道 上帝信心的要求 十分之一奉献 算是很怜悯 真的是很 满意有怜悯 恩赐的上帝 他大可以说 信主的五分之一 但主没跟我们要 主说我算你为一 我算你为一 所以我们一切的侍奉 一切的饶恕 我们对主一切的顺服 完全是建立在主 对我的饶恕 和爱上面 我们在神面前 没有什么可夸的 我们给十分之一 你给不出来原因 是你忘掉主 给你多少 这是你给不出来十分之一 真正的原因 我忘掉主给你多少 所以我不能拿着来要求你 我只能告诉你 回来思念 思想 主 给你什么 这时候你会给得出来 我们在侍奉的时候 也同样是 不要只是算我为主 做了多少 实在是要纪念主 为我做了多少 我常常就用这个例子 就叫人家请你去搬家 哪个人谁要毕业了 请你去搬家 你到了时候发现 人家冰箱沙发 重的东西通通搬完了 你就只剩下一捡卫生纸 一个小茶杯 我来替你搬家 好辛苦 人家还谢谢你 谢谢你来 替我搬家 重的都搬完了 你搬什么家 我们常常侍奉主就是这样 谁 私下谁上 耶稣上 人家沙发 毕竟都是耶稣般的 你说主 我侍奉你好苦 今天带菜来了 我不是求你们 我不是笑你们 我只是希望你回到 这个十字架 已经完成了 主的大工 主做成了 你完成的事 我们给的一点是什么 我们实在不是 真正在还我们的债 主还了我们的债 主上我们的债 所以在这个书前纪上面 在新约的实体上面 就看到耶稣基督 在十字架上 他流了血 不但是 不但是洗清我的罪污 不但是像番记一样 替我焚烧 他更是在十字架上说 沉了 完成了 救赎的事情 完成了 算清了 罪在赴完 所以我们说感谢主 我们不是说感谢我自己 亲的祂 祝我感谢 我们一起祷告 祝我真是像 有些师哥所说的 主我们的祷告是 主祢帮着我们勿勿忘十字架的恩典 祢帮我们天天回到十字架面前 祭念主祢已经完成 已经替我们付了所有的罪的代价 主我们在祢面前所犯的罪 要是加起来真是几亿 我们换到 换到哪辈子才还得完 我们在地狱里也还不完 因为我们得罪的是永恒尊贵的上帝 我们怎么还 但主我们谢谢祢 祢还 主到我们在思想出钱记的时候 再来看到祢受的编赃 再来看到祢是那无瑕疵的勾免羊 祢替我们还 祢还替我们真的是还了120% 祢我们谢谢祢 祢为我们当中所有心理受伤害 常常活在痛苦仇恨的弟兄姐妹朋友们来祷告 祢在我们恨的时候 在我们痛在流血的时候 再回来看到主祢流的血 祢让我们的心能够敞开受医治 祢让我们从中间来行走来医治我们 让我们成为健康的人 祢让我们在服事的时候 也是健健康康快快乐乐 因为我们知道我们的心受了医治 祢当我们在受人的伤害 那个人就不认的时候 祢我们还是能够在祢 已经对我们的饶恕里面 从心里面可以饶恕人 祢我们真的学着祢的祷告 学着祢教我们的主祷文 祢免了我们的债 如同我们免了人的债 祢听我们的祷告 奉耶稣的名祈求 祢是这位祢统一带来到��есяn 祝福全国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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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祝福全国阳